北京时间11月12日早上10点30分,洛杉矶胡人将坐镇主场迎战亚特兰大老鹰队,胡人在今天刚刚击败国王,球队喜获两连胜士气正胜,六胜六负的战绩暂居西部第十位。 在战老鹰胡人禁止三连胜,他们必然不想让球队胜率再次跌至50%以下,而他们的对手老鹰则遭遇30分,三身九负的战绩排在东部第十三位。 老鹰目前仍处于重建期,球队依然有摆烂的嫌疑,上赛季的摆烂,已经让他们获得一个优质新秀特雷扬,本赛季特雷扬场均可以砍下18.4分3.4篮板7.8助攻。 在所有新秀球员中,特能养场均则分仅次于东西齐,场均助攻,则领先所有新秀球员。 老鹰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新人,至于能否赢球似乎跟他们没关系。 比如,每次当林书豪状态正好的时候,老鹰就会选择将其换下,新赛季林书豪已经来到亚特兰大效力。 但每次当他状态出色的时候,主教练都会将其换下,过去三场比赛,林书豪有两场都砍下19分,而且都只用了9次出手。 可见其效率有多高,但老鹰已在锻炼新秀,林书豪显然不在球队未来计划之中。 所以林书豪每场比赛的出场时间都不到20分钟,如果给林书豪更多出场时间和出手次数,那么书豪真的就变成了林疯狂。 湖人本赛季目标非常明确,首先要保证进后赛席位,所以面对老鹰这样斗志并不是很强的球。 对,他们自然希望拿下胜利,保持球队胜率,过去无偿比赛,湖人已经拿下次场胜利,张黄显然对于球队的表现越来越满意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是谁,我们要去防守,进攻端要分享球。 当所有人都处于良好的节奏时就会打得更好,我们的阵容日趋稳定,大家都知道怎么打。 我们替补阵容最近打得非常棒,詹姆斯说道,大赛老鹰,湖人需要继续稳定发挥,背靠背作战对于他们体能是一个巨大挑战。 不过好在湖人轮转阵容足够,尤其是新元前德勒加盟后表现出色。 加盟湖人后的两场比赛,前德勒场均可以抢下10.5个篮板,他对于球队防守的提升和篮板球的保护却湖人赢球的重要原因。 虽然湖人实力远在老鹰之上,但他们还是要检防被爆了,詹姆斯要继续全面表现,英格拉姆,库兹马,龙多,鲍尔也都要用更稳定发挥。 迈基,哈特,钱德勒,史蒂芬森,也要打得更有侵略性,湖人要争取拿下三连胜。 预计双方首发,老鹰,赤雷尧,贝斯莫尔,扑林斯,斯佩尔曼,莱恩胡人,鲍尔,英格拉姆,詹姆斯,库兹马,麦基。